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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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啊 你還是不用幫我買醫療保險了 為什麼啊 兒子 是不是終於都發現媽媽賺錢辛苦 不好意思又幫你工作啊 是就是不好意思 不過不是因為你咯 而是買這些保險啊 要跟人家申報自己的病歷的 那又怎樣啊 但是我有些病歷 說不出口又寫不出手 不是太好意思了 其實不用不好意思 你申報的病歷是個人私隱 保險公司會幫你保密 而且保險公司是需要知道 你身體和健康狀況 才可以決定受不受保 要不需要豁免某些保障範圍 還有要收多少錢補費等等 所以你要清清楚楚填寫病歷資料 不用日後索償的時間 但有爭執 甚至乎因為沒有填寫重要的資料 令到保單無效 媽媽啊 你還是不用幫我買醫療保險了 不可以補一點時間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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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